我跟妳講這個中午 就模仿它只發生在 哈琳哥跟亮哥的身材 我想人心情很重 我覺得有點渴 哈琳小隊2把我開拍喊咖 PO小刀曝他大吼補血量過程 我很珍惜一些很特別的緣分 這支手機我這輩子不賣了 真是沒有想到這一天 會這麼快就來的 實境節目起把哈琳小隊 轉眼間就來到最後一集 不僅叫好又賣座 網友紛紛敲碗第二季 不過如今卻傳出製作費太高 狹擊流產的消息 我不相信沒有第二季啊 是你跟我說有可能沒有第二季 聽了多少會有點難過 但是我還是蠻樂觀的看這件事情 我還是覺得一定會有一些 很喜歡這個節目的廠商 或者是覺得值得投資的單位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的吧 像周宇天那麼有錢 我是建議周宇天自己可以 好好的來投資對不對 然後他弟弟周欣哲 然後也在演藝圈相當的活躍 那我的建議就是大家共襄盛舉 對不對 我覺得這節目不能沒有第二季啊 勝負隊周宇天 有沒有誰認識之後覺得落差最大 哈琳哥 我覺得哈琳哥的本性其實是一個非常嚴謹的人 但是在哈琳小隊 我覺得他放得好開喔 放得好鬆喔 因為當初我會來哈琳小隊 其實我很大一部分是在哈琳哥 喔是 對因為我覺得 哇可以跟我小時候的偶像一起起環島 小時候的偶像 你有跟他表達你的仰慕嗎 我這樣講就算有了吧 但是至少我不是啊 全都揉他腿啊 什麼 揉他胸啊 了不起的哈琳哥 亮哥也是 這兩個哥哥實在是太了不起了 是 你知道這從頭到尾 他們兩個是 不會喊淚的那兩個人 一直騎一直騎一直騎 一直騎 我自己62歲 我能這樣騎嗎 看到哈琳跟補學亮總是相互鬥嘴 是節目的兩大火爆 阿亮染染染 哈琳小隊的中青族代表 小刀也有話要說 我跟你講這個中文跟摩托沙只發生在哈琳哥跟亮哥身上 這兩個人心情很重 我覺得有點渴 我跟你講 哈琳哥跟亮哥 你們在節目上看到怎麼樣 沒有攝影機的他們還是一模一樣 是不會停的 哈琳哥平常不會講什麼好會 跟亮哥 對 他還是最後還是會 譬如說 好啦 你今天還是給你分數啦 你還是這個 了不起的受不了 好不好 好啦 但是就是他就會擺明說 我只鼓勵一次而已喔 我只鼓勵一次喔 我不會鼓勵第二次喔 喔 就很可愛 就他們兩個的相處就很好笑 那他有因為安全嚴厲上有講的 對誰講的什麼重話 亮哥阿 有一次亮哥 在我們晚上夜騎 那天我們要騎到白沙騰 我們在一個高架橋下來 去因為要換電阿補充阿 所以停在路邊 亮哥以為要開始騎 是要開始騎 那亮哥先騎到路邊在等大家 哈琳哥就生氣 他就叫他回來 那麼危險 都覺得我真的很幸運 就是你受過傷 你現在還能夠跟哈琳小隊 跟16 然後跟全明星 就是我還做了那麼多事情 對 對 話說小刀哥也曾是5566的議員 因為追攻斷列退團 不曉得他對於老戰友孫協志 和女友夏宇童 在舞台上甜蜜合體的驚喜橋段 值不知情 所以 協志跟宇童那個橋段是 他自己提的喔 我有嚇到阿 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事先設計還是什麼 其實我沒有參與那個 過後的那個就是 對 因為我只是嘉賓 協志這個人他 身邊的 不能催他 所以你們都沒有跟他聊過這幫面子 會阿 但是就是很 那種 心裡要淡寫 對 對 差不多喔 對 就只能來這麼一句 對對對 然後他就笑笑了 然後就不會回答你的問題